大家好 今天是11月19號 是嗎 19 好像是 新一天 這禮拜 繼續在封路啊 搞東搞西 但是好像這兩天啊 前兩天就比較緩一點了 可能是因為 是這個什麼 我們這邊所謂的Ginseng 發新的日子啊 給大家出去透透風買買東西吧 不過這個封路呢 到明天就整整滿一個月 所以 不知道會再怎麼樣子 那這個政府呢 基本上 有很多不同的事情 都做得非常的不好 比如說啊 有一家公司叫Fogo 它就爆出了 很多這種政客 它的家屬啊 明明就很有錢了啦 然後還在拿一大堆 這個所謂的 也不是講學金 叫做 經濟援助 那我 在螢幕上 我的post給大家看幾個 其中一個 還是很 算是蠻有名的TikTok 叫Fernando Bros 他拿了14萬一 他拿了14萬一 算是 他的叔叔吧 還是他的伯伯 是立法委員 還有另外一個叫 羅貝多 這個立法委員叫 羅貝多 阿布雷 不知道怎麼唸得很清楚 他的兒子 拿多少 拿了十 好像十九萬 你看 他是一個律師嘛 有很多房地產 開了一台那個 這個 大家知道 這邊是這樣 立法委員的車子 是 免稅的 而且他們好像是 規定 一年一台 還是怎麼樣 還是兩年一台 總之我不太清楚 就是 他可以買那種很 很貴的車 免稅 實在是非常之不合理 然後還有一個 蘇賴羅德里耶 他老公是 嘎納的 就是領航員 薪水也很高 因為他這個算是公務員 所以要公開他這個薪水 薪水每個月好像一萬八千多 然後他女兒也拿了一個 六萬多塊 當然這個 他女兒這個事情是大概兩年前就會爆出 還是一年多前 還有 可能有更多 這個事情真的是 蠻誇張 所以 巴馬這個事情呢 有關於 呃 康葉華 406的事 這個 可能台灣的朋友也不會太有興趣 就 前陣子 打死了兩個 一個 有擁有美國籍跟巴馬籍的一個律師 啊 73歲 他那個 女兒嫁給了 副總統 Gavi的兄弟啊 應該是Gavi的哥哥 好 那 那 最近在跟一個高中同學聊天啊 來講說是不是要開一個直播 但其實我的直播誰看啊 那 就是說前陣子來一團78個人來參加 這個世界WRO啦 一個 機器人的比賽啊 那 其實 我也之前有講過 有關於這個咖啡的事情 那 那 我會把那個 我會把那個之前講那個咖啡的這個影片的鏈結放在下面 或者說你現在點擊這個螢幕上方 是這樣 巴馬其實在早期啊 咖啡真的是 沒有什麼特別啊 嗯 嗯 因為 南邊啊 的國家啊 像哥倫比亞他們發展得非常好 那哥倫比亞的這個咖啡協會有弄一個logo 啊 這個叫做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清楚 咖啡狗龍片喔 這個logo OK 嗯 所以是 非常的出名了 啊 有個咖啡品牌呢 什麼意思想不起來啊 啊 就是 呃 他們自己開咖啡店 在巴馬也很受歡迎 他的價格也是 性價比非常好 那大家知道 哥倫比亞人做行銷也是蠻強的 他們就是 呃 這國家也算夠大喔 再加上他們以前不當在內戰 很多這種毒販的事情 很多優秀的人才其實都跑到世界各地 然後巴馬呢 就是 靠著 這個 一些 主要是 移民吧 很多是像什麼加拿大啊 美國啊 或是歐洲的一些國家 他們到了 呃 退休年齡 跑來巴拉馬 買快遞 退休 然後種咖啡啊 那有一群人弄了一個 所謂的 呃 就是 特種咖啡的一個協會之類的 然後他們有一個 Panabest的一個拍賣網站 一個拍賣的一個機制喔 那就 把一個很特殊的高山咖啡啊 給 給 Promo的非常的好 其實大家 台灣很多人知道的 叫做 一季咖啡 然後我手上有一包 吃其中一個品牌 叫做 Cotoa Cotoa Cotoa是這個原住民的話 就是 Mountain 就是山的意思喔 OK 那 大家看我這一包啊 是寫的是 Geisha Natural OK 那什麼叫Natural 我不知道 嘿嘿 真不知道 但是就知道 這比較夠 這一包在網路上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 呃 這一包的價格大概是 呃 將近50塊 8碼的市售價 占電影只要買48塊多 49 就48塊9到5 這樣 然後 我在網路上看到有 在一些通路上 Online store 買到80塊錢美金 哇 當然 說真的喔 就是說 它這個是9月份的 生產 聞聞看 這個咖啡 好 要剪 要剪拍 我說還沒剪 不過就還沒剪喔 這已經聞到一下味道了 那 是這樣 就是說 在機場買是肯定是最怕那的做法 那 有朋友 就是 台中壇的朋友 傳那個 機場的價格 巴馬機場的價格 大概 比 在超市的價格 貴了 百 快要翻倍 不到翻倍 那 基本上在巴馬 我是推薦喔 假設說 你到超級市場去買 你可以 買 第一個當然是要買豆子啦 比較好 要保存喔 買豆子 那至於什麼 什麼中烘焙 什麼什麼烘焙的程度 怎麼樣子 最當然 可能每個人 有不同的嗜好 普通都是中度烘焙 比較適合一般的 喜好吧我相信 然後 這個品牌呢 我個人是蠻推薦 COTOA COTOA 這個 是 本地的品牌 咖啡品牌 然後 也 自產自銷 它的東西好像沒有在其他的管道上賣 這叫超級市場 那在超級市場 那在超級市場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牌子 有些莊園呢 你甚至也可以直接聯絡它 你假如買夠大 他們在 取利益之間也送來 那像 詹森是比較普遍常見的 Larry 他也是一個很常見的 他本身也有 一個 HOTEL 這個我也取過 那至於台灣這邊 很多人知道 什麼翡翠莊園 那個是 現在根本在巴馬市場買不到 他只有做外銷 他 產量不高 只做外銷 就已經賣 賣不夠 價格高得嚇人 然後 還有一個牌子 是叫UNIR 這個是一群阿博人 他們弄的一個牌子 有自己的咖啡店 現在 那他本身好像 也許像有莊園吧 還是跟人家 一些小莊園合作 這我不太清楚 他的商業模式 到底怎麼樣 這個有待 卡贈 不管怎麼樣就是 咖啡嘛 OK 咖啡 還有另外一個叫 LAMUS 這個 我不知道你念的 對不對 就是 他本身有一個 咖啡店叫 SISU 這也是滿 算是比較 中高檔 算是 比較高檔 OK 那他的 產品也可以在超級市場看到 也算是 頂級的 應該說是 在超級市場可以買到最貴的 一級咖啡 那 其實一級咖啡 我也不是說 專家 但是 很多朋友 住在巴馬 他們也會覺得說 當然 單純一級 喝起來有點像 比較喝茶 還有很特殊的一些 水果 花的 香味 比較特別 所以 因為產量低 成長緩慢 所以 他這個價格非常的高 有些啊 一包在市售半棒的 可能都 像這個是 48 那我還有見過 七八十塊 那 那 就不 因為價格實在太高 我們很難喝得起 那 有一種比較便宜的做法 就是 最近我 也算是 大家認為 CPC比較高 就是 混豆 混豆 那 在 古豆來講 它就是一個 紫色的包裝 那也是 非常好 那 咖啡的事情 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啦 假如各位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 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 最後再結束這個 影片呢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呃 應該說是 從去到現在的 一些事情吧 那 那 我之前也提過就是說 幫一個 呃 長者啊 送回台灣啊 那他 這 就是說 幫 他因為他失智嘛 他自己就獨居在這巴嘛 那 後來 幸運的呢 把 把公益賣掉啊 把這個 把他送回台灣 他的 一個 資質啊 也不錯 過來 這邊接他回去 那 他的退休金 我再幫他處理 然後 我有買這個 穩定幣的方式 把它 轉給 他的 這個 資質 讓他在台灣出金 然後換成台幣 這 這套 我也曾經做過一個影片講過 我把 影片 連結放在下面啊 然後 或是說你直接點線在 螢幕上面 假如你有興趣的話 這是一個 另類的匯款的方式 也 非常的方便 呃 大家懂得操作啊 不要操作錯位 把錢匯給別人 然後 最近 有 大概 三個禮拜之前吧 收到 一個 朋友 朋友的電話 要我去 稍微關注一下 另外一位 也是 年齡差不多 這 這 這位 長者也是 其實比我媽年齡大一歲 假如我媽還在世的話 他們兩個 因為他屬龍的 我媽是屬蛇的嘛 對 照理就是 應該還比我媽大一歲 呃 他的先生是 比較早過世啦 所以他自己獨居有 這個 14年的時間了 那最近因為 不是都在封路嗎 這個 有個鬧事 在家他本身都 疫情期間 之前他都在打告付求 那疫情期間就 都 關在家裡 不能夠出門 好像這個 對人的心理啊 受到 引力的影響 那我 個人覺得說 老實說 我們也沒有辦法 就是說 以我們這一群朋友的 立場來 因為他家的家務事 我們是不便介入 對不對 一旦講到錢 這事情 有時候很複雜 那我很不能說 每個人都是聖人嘛 這就要說到就是說 一個群組裡面都是 有不同的面向 有好有壞 這個人嘛 就是這樣的 不你 就是說沒有長期的觀察 你很難理解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 那就是說 首先也是擔心他 因為他還算是 有一些地產啊 然後有一些存款啊 那萬一擔心他萬一失智的話 那可能錢會被騙 然後 或是有些人是根本就是 不懷好意啊 然後會 就是說 這個我也不知道怎麼說 總之 就是希望他要小心啊 但是我也管不到那麼多 就是 我的 做法就是 希望 我們 這個圈的朋友呢 他的朋友 主要是他的朋友比較多啦 就是說 認識了三十年以上啊 然後他們 有空 就 給他打個電話 就 我建議是這樣 就是說 像我就是 最近 也 用這套 這個手機 戴了耳機啊 然後我在 早上 或下午的時候 通常是下午五點的時候 我要 在外面 種菜啊 什麼的 我就 我就 打電話給他 聽聽他的講講 他在幹什麼 那像 一開始啊 他都是要講一些 他的銀行的事情啊 他可能有點 焦慮啊 就 擔心這個銀行會凍結他的戶頭 他領不出錢來 那該怎麼辦 其實他這個 完全 沒有必要 擔心的事啦 然後 擔心這個 這個水 那個水墊 沒辦法繳啊 這個那個 當然我勸他 其實也沒用 我覺得 也不用再勸他 總之 能夠做就做 不能夠做 就是 我們也盡力了 這個 傳到喬說自然之 那我個人就覺得說 昨天啊 我就嘗試著 因為我一直嘗試著說 叫他講一些其他的事 不要再老是在講 銀行跟 他的房地產的事 這真是沒有什麼營養 然後我就想說 欸 那你 講講你的故事啊 你去哪裡玩啊 然後 你是為什麼 你在台灣是哪裡的人啊 你錢在台灣做什麼啦 他的一些歷史 八十幾歲的人 當然很多故事可以說啊 他就 講了一些 一開始也不太想講啊 老是動不動就講回這個 他這個 他兒子 他女兒 他這個銀行怎麼樣 都賺不出去 但後來就 欸 忽然講到 種菜 跟煮飯 喔 這他就是強項了 昨天他跟我講說 叫我種佛索瓜 那我剛剛還研究了一下 怎麼種佛索瓜 因為老實說 我還真的不知道佛索瓜 那葉子啊 可以摘來吃到 好像是龍鬚菜這樣子 欸 這下我就來勁了 我等一下 立刻要去買 所以呢 這個就是這樣 你跟一些老 一個其他人講 就算其實 有很 你這個每個人的人生經歷不同啊 你就算是一些很 總之多多少少會有一些 他的經驗是 是你沒有的啊 那你可以從他身上得到一些 啟示啊 不是他給你錢 就是說他告訴你一些事情 那你不知道了 那你會學到一些東西啊 雖然 有人覺得這個是不值得啦 不過當然有時候 不是完全用這個 就是$來評斷一件事情嘛 所以我 呃 就覺得說 嗯 這樣端端續續的講話都不好 總之 能夠做的我們都盡量做啦 那而且希望說 大家在螢幕面前的 你是不同的年紀呢 假設你年紀還輕啊 那可能 在這邊我個人的感觸是 年紀輕一點的時候 要做退休的準備 你可能 三 三四十歲的時候 可能那時候你還會覺得很迷惘 這 不知道該怎麼辦 但是呢 老實說 只要沒個半呢 自己孤獨一人呢 又沒有 又沒有小孩啊 等到年紀大了 像我 我看在台灣 也許大家走一趟那個 養老院喔 就看看那個情況 這個老實說 我會覺得 這是對我一個 一個很大的感觸喔 還好我當時候 沒有選擇就是 不生小孩這條 這條 這條路 因為一開始我跟我太結婚的時候 我是29歲結婚的嘛 我們等了將近十年才生了 我家的老大 那 就是因為一開始 當然工作也很忙 主要是我太忙 我倒很一般 那 那 他一天到晚飛來飛去 巴西 日本 到處 然後中華美洲到處飛來飛去 他飛了將近這個 一百萬米啊 登 美國飛機 甚至 幫我出了 至少兩次 回那個 亞洲 回台灣的那個 雙母艙 免費的機票 其中還有一次 國泰從香港到洛杉磯 還會有升等那個 頭等艙 這是我人生唯一一次的頭等艙 而且是免費了 哇 特爽 國泰的那個 頭等艙真是超級讚 因為我記得是從深圳出來 然後 在那個 機場快線check-in的時候 他給我一張balling pass 等到我到要登機的時候 他竟然把我擋下來 換了另外一張balling pass給我 我讓我一看 怎麼是第一排 但那時候是747的嘛 是坐在上面 哇 好特別 這個月 非常完美的經驗 所以我老婆老實在說 我欠她一張 頭等張的機票 這也是喔 好吧 今天閒聊這麼多 這個影片的主題就是 做生活紀錄 跟閒聊 那不知道 對各位有什麼啟發呢 但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假的你這麼有耐心看到最後 估計大家都不會 對 就是我希望你在這一個過程 你聽我在講喔 你可以啟發是有關於這個 養老的規劃吧 因為每個人都會遇到了嘛 那你不要等到很逼近的時候 那你才想這個問題啊 可能你提早一點 慢慢的想 慢慢的想 當然最好是要有行動啊 有行動 今天就跟大家說到這裡啦 有點長 麻煩大家多多支持 點了讚跟這個 有一些回饋吧 好 拜拜